大家好 歡迎收看請問康健 我是嘉義科鄧文新醫師 今天就由我來回答你的減重提問 超派醋飯問說 為什麼有些人天生就吃不胖 天生吃不胖的人有很多原因 通常是因為他平常的飲食選擇是很不錯的 或者是他平常這種非運動性的能量消耗非常多你看不到 就像我現在在講話的時候可能就是手舞足道啊或是我在抖腳啊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基因啦 很多人確實他有一些基因的優勢會讓他比較吃不胖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一些隱藏的因素 美美冰淇淋 月經來的時候可以減肥嗎 月經來的時候減肥喔CP值不高啦 肚子痛半死然後還在那邊想說你要吃多少東西要去做運動 其實對身體來講這個就是一個壓力 那在減肥的時候身體最不喜歡的就是有壓力 因為你只要一有壓力他就想要保護你 他用什麼方式保護你呢 就是用存越多的脂肪來保護你 相信誰都不想要這樣子 所以月經的時候就好好躺著耍廢 公司小朋友 增肌跟減脂可以同時進行嗎 其實是可以的 尤其對一個你原本就是沒有什麼運動習慣 或者是你原本的這個飲食吃得非常不正常 蛋白質吃得非常少的朋友們 如果你同時在你的飲食計畫裡面用211的方式 提高你的蛋白質的攝取量 同時搭配一點小小的運動 通常我們可以看到肌肉跟脂肪同時的往好的方向去進步囉 糖果爸爸大吃大喝後好歐悔該怎麼補救 我們變胖不會因為一天兩天的大吃大喝就變胖 也不會今天突然吃一天沙拉餐就變瘦 重點是一個長久的飲食習慣 所以首先你先不要懊悔 至於該怎麼補救的話你就下一餐下兩餐 你把它211健康飲食吃回來 或是搭配一些間歇性斷食就可以了 全醫郎問說瘦瘦餅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種減重藥品 這種減重藥物有一個很強大抑制食慾的作用 所以你打下去驗室驗到懷疑人生 你就吃不下東西那當然就會變瘦 那這個藥物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急轉跟研究在進行當中 甚至發現可以改善胰島素補抗啊 甚至預防中風跟心血管的疾病 問題是如果你都是靠不吃東西靠這個藥物在變瘦的 你沒有去吃對 那你一停藥你的代謝就會突然變得非常低 而且沒有辦法很快的回升回來 你只要稍微吃正常的東西就會複胖 要有它好的跟不好的地方 有邏輯的去使用它 它才會有用 紀念品薯條問說快速減重是不是都容易複胖呢 大部分都是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的快速減重方式都是不健康的 譬如說每天都只吃蘋果啊 這種極端的減重方 重點是因為它裡面都沒有吃對東西 蛋白質的含量都不夠 所以身體就會覺得你好可憐 它在挨餓讓你的代謝率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那當然就會很容易複胖喔 有害健康問說 肥胖症專科醫師真的每個都很瘦嗎 of course 真的沒有 如果有的話請告訴我 台海起飛 有的人吃很少反而會更胖 真的是因為基礎代謝率下降嗎 是 我真的有很多病人是這樣 尤其是女生就是常年都在減肥 然後吃的非常少 可是再怎麼樣都瘦不下去 想說積極的給它斷食看會不會更瘦 喔不會喔 體重反而反彈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就是身體很聰明的 它在保護我們自己嘛 你都已經吃了那麼少了 它就不敢再讓你剪下去啊 不然你就變成一道煙消失在地球上面了對不對 那這種人反而一開始我們會希望它先多吃一點 那體重會稍微停滯甚至變重 可是你的代謝率會恢復 其實體脂肌最重要的是內臟脂肪 也就是我們小腹的這些肥肉啦 你就拿一條軟齒好嗎 你就量你的腰圍 或是把你高中那件最緊的窄裙拿出來試一試你就知道 還有看鏡子 看鏡子最準的 你到健身教練他們都不量體脂肌的 他們都是照鏡子 鏡子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自我觀察的一個東西 中二病也要談戀愛 對啊當然要談 想減肥一天只能吃多少卡路里呢 這個問題我通常不太會回答的原因是因為卡路里不是重點啊 你可以吃很多很多的卡路里 可是只要你吃對的東西你還是會變瘦啊 相反的有些人吃很少的卡路里 他也瘦不下去啊 不要再看卡路里了 吃對的東西比較重要 封印解除問說 網路上常在傳的3日或7日明星減重菜單會有用嗎 當然會有用啊 就是那個3日或7日有用啊 我是覺得不值得啦 而且你減下去反而代謝又掉啊 傷身體掉肌肉 然後腹胖 更快 維尼熊熊利顯記問說 減肥需要補充保健食品嗎 其實減肥需要身體非常多器官的一個協同作用 尤其你在減肥的時候身體會覺得說你營養是不是夠啊 如果不夠的話 他其實會想要hold住你的脂肪 hold住你的代謝 沒有辦法讓你減重下去 所以啦 如果真的透過檢測發現有些營養素是缺乏的 我非常建議要把它補起來 但其他如果你不太確定想說 吃心安的就不要浪費錢了 喜歡我們的節目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問康健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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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